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通缉吧 他一直在北京的一个国际学校 当老师 当老师 但是没有现行 还是在这继续 你不知道 起码现在目前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过去不知道 然后呢 是现在要不说 他在那个Facebook上 有的中国的网友 看到之后说 这是我老师啊 这才给他拘留了 在中国潜伏很久 还有这样的事 他已经从英国可能通缉了十年了 他至于在大陆多长时间不知道 我上那个 那个丽江那些 就是大理那地方 我看着那一街桶子 闲着无事的那人 我看着好多老外 估计来历都不当明 真的 他在那 非常严重 他那些人 你一看 他什么事情都不做 几个人传一个酒吧 然后呢 就这酒呢 卖就卖了 十块钱 不卖自个儿喝了 天天那个状态非常不好 但你说的那可能是 我也去过云南 就大理那边 有一个叫什么洋人 叫什么街 好多地方 中国这种地方很多了 他这一批好多是那种 就是西皮士 当年的西皮士 老西皮 他也没有多少钱吧 然后也从来不想 就是说 努力工作 要挣什么家产 他就 但是他钱也够了 在美国呢 他活不了 或者在德国 他到这儿来 可以活得很好 然后他在那 无所事事 找一个当地的小姑娘 就过了 那你 你把他也说好了 他就是这样 他大概能领 八百块钱英镑的 那种最低的救济金 这八百英镑 你在英国不管用 跑中国合八千块钱 对 然后他在那种小城 消费又低 每天就是醉生梦死 他要说 真喜欢一中国小姑娘 那还就算 他找着爱情了 关键就是 不停的频繁的换人 各种人呢 就中国还有一些人呢 就愿意往老外身上扑 根本就闹不清 那老外是谁 对 他还一天闹完 跟皇上似的 我都觉得这个 都没有工作执照 中国人真是 宽容大度的国度 没错 我们中国人跑出去 偷渡出去 天天跟老鼠一样的 去给人打工 挣不着什么钱 这些人就在那 开业 所以还是 就是有一个经济落差 其实就 东南亚就泰国 就有好多这种 还有什么菲律宾 有好多德国人 到那找最穷的 那种小姑娘 没有正确人生观的人 就全跑这 我跟你说 就是外国 羊儿里边的下僧了 对 就这些人 你这两天 还有一个事 你说有没有正确人生观 就说 俩人在网上 一直在这 勾搭 勾搭 一男的 说勾搭上一个女的了 然后呢 俩人就约好 就在一块要睡觉 结果呢 就说 那是一个男的 那个 那个人 就是那个人 一直跟他说 他是女的 实际上那人是个男的 你知道吗 然后俩人呢 约好晚上见面 就睡在床上 至今大家都在说 到底怎么搞的 然后就是 你说的是这两个 都是男的 还是说 俩都是男的 俩都是男的 一个要找女的 那个人说他是女的 结果就约 晚上睡一张床上 说是 那人说关了灯吧 我怕我怕休黑了灯 黑了灯之后 说呢 报道讲啊 就是在那个人的指导下 就发生了性关系 是吧 然后呢 第二天早上凌晨 又发生了一次性关系 发生完之后呢 再过了半个钟头 这天可就亮了 天一亮 他突然发现 是个带伴的 说你怎么追男的 所以呢 你知道俩人最后怎么着啊 那人说 那你也得给我钱 原来是个要钱的 说那我卖了 那我卖了 你得给我钱 他说你要是个女的 我可以给你钱 但是你是个男的 我要早知道 我甭说给你干两回 我绝不能给你干 最后那人就拿起了一个棍子 然后他呢 就捡起了一把刀 哭哧一下 还把那个卖的 给捅成气胸了 就严重捅伤 再上橘子里去了 你说这是 怎么这么二 这事也是这样 就是就我刚才说 我们其实说了一个特 官方的话 叫没有正确的人生观 其实人生 人生没有什么正确 与非正确 但我们知道像这种 这种生活方式 起码不是正确的 要不然也不能气胸了 对不对 西方有一种 有一个词叫 white trash 就是白色垃圾 指的就是这种 就是白种人里边 特别没起子的 就这些他就是 好一个劳 混混 然后对 混混 没错 就是白人里边的痞子 就这意思 然后一般都是挺穷的吧 但是呢 他还要过点什么好日子 他就会就找那个 能让他过着好日子的地方 比如说像中国 东南亚 这种小城镇 尤其是 没见过世面的 来一个洋人 他就看出他是一个白人 但你说中国人 对这个洋人宽容大度 好像过去 我也听你们说过 说在西方人看来 中国人感觉 好像是 是不是挺 还是挺偏阴柔的 这么一种 可是呢 我就说 还有一个跟这个 跟什么关系 有关系的一个话题 其实 中国人 或者说东方人 这个教育 孩子 是挺 挺刚的 讲究这个养不教 什么复制过 然后棍棒底下 那个出孝子 出孝子 对啊 西方人对这个孩子 是很柔和的 对吗 我们也常常是 我为什么说这个事呢 就是说 这是不是一个争论 最近有一个视频出来 就是说北京有一个舞蹈学校 这舞蹈学校的老师啊 就都演出来了 打这个孩子 其实啊 我见我认识的跳舞的这个小姑娘 就没有一个跟我说 小时候老师不打的 甚至他们自己都说 跳舞 小时候练功 这事啊 不挨打出不来 不挨打 不行 但是你可以看看这个视频啊 你们觉得这么打 行不行 您看 您看 过了 这老师有点过 我觉得这老师心里有点疾病 我是第一反应啊 就是我不是医生啊 但我觉得他是心里有一定的疾病 起码是人格偏执的这样一个人 其实体罚这个事啊 就体罚的是古今中外都有 西方人现代文明导致他在教育上就比较缓和 其实到现在为止呢 你比如我记得大前年吧 英国通过法律就是对学生适度的体罚是合法的 所谓适度比如罚战 我们过去的体罚有很多很多种 包括皇子都遭受体罚 那体罚比我们现在想的厉害的多 拿个尺子打手 打手呢 就是最轻的 这叫惩戒嘛 你比如你看那个清代档案里很清楚 这个皇子的老师教他的时候 今天早上就五点钟上来说 今天大学先背十遍 错一个字加十遍 他为什么后来都能倒背如流啊 他有过那段历史 错一个字就要加十遍 那还是就现在就等于说你错了 你就多抄 你这次错了 你抄十遍罪 这个体罚和那个还是不太一样 这个我觉得他这个不属于体罚 我觉得这个是超出了体罚的一个 有点虐待 虐待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我们那时候平常看他有俩儿子 觉得你这个真是严父啊 跟他就是一父很那个不苟言笑的 经常教育的时候就很威严 让那个孩子我就觉得可能心里很害怕 然后问他打过没有 他说打过 可是呢 后来呢 这孩子长大了 就十几岁以后 他很认真的跟这俩儿子说 说现在你们长大了 我要告诉你们一下 我小的时候打你们 是因为你们太小了 我只能用打你们来告诉你 因为你们听不懂我的话 所以而且我都是打的 你们是屁股 就那屁股那肉最多呀 他不会真的像这个这么打 那现在你们已经大了 我不会再打你们了 其实他是个很爱他孩子的 这么一个父亲 但是你说这种方式对不对呢 我觉得也是可以探讨的 人到底能不能靠自觉 不可能 还是说 小孩是不可能的 在一定年龄之前 你不要说小孩 你记得中国培养出奥运冠军的 好几个教练 都是打这个徒弟 踢足球的教练 就是说 比如说谈好了战术配合 该怎么打 有一个球员 他年球 自个带着个人表现 往前冲 最后这球可能输了 在场边勒住着脖子 就巴这一大耳瓜子 后来他就说 我给他这一大耳瓜子 他以后永远就记住了 真的就不一样 那么你说不给大耳瓜子 咱就说说你这样是不对的 没有用 他没有用 他是这样 他的这个体罚分两类 一类是亲人之间的 就我们说教育孩子的 还一类的就是这种公共教育 他这个属于公共教育 公共教育又分两类 一类是常规的 我们学校 另一类就是特殊技能的 特殊技能的时候 你从教练和老师的角度上讲 他确实很急 因为这个他的 他要求你在这段时间里 必须要出来 要不然你就被淘汰 所以他就过去 再加上我们有这种文化 就是动手的文化 而且这个动手文化 他们还怪 我在好多年前做过一台节目 就是在央视 就是调查 很多孩子到了现场 问家长打没打过 好多孩子举手都爱过打 说记不记仇呢 这些孩子都已经大了 来的时候参加节目的时候 都是高中毕业 马上就考大学的孩子 都不记仇 说父母打的这个 当时说记仇 当时记仇来着 第二天就说 一辈子不再理我爸 结果慢慢以后 后来等大一点 能理解这个事 说那时候 自个说就该打 说不打 这事就过不去 就没有后来的事情 但是最近呢 这个有研究 我先去下广告 我再跟你说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2013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现正启航 请登陆官方网站报名 为你的美丽人生 添一段追梦米城 我家自从换了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 安全 舒适 同时洗澡 洗碗 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去 采如极之水 汇圆酒精 年份端将 五井共酒 临山秀泽 天地太和 祈福天元古 寻梦黄花夕 太和山景区 欢迎您 你看2008年 朝日新闻报道 日本有个大学 熊本大学 和美国哈佛大学 共同进行一项研究 照他们的研究 简单来说 就是说 孩子从4岁到15岁 连续每个月被打一次 打手或者打屁股 连续三年 他们研究 发现这一组孩子 前脑 这个萎缩 你知道吧 比那个不挨打的孩子 就萎缩 甚至于西方人 有一种 学术的观点 认为 这是不是呢 就认为啊 要是打孩子 教育大的 这个孩子啊 长大了 比较容易有奴性 比较怯懦 比较怯懦 我小时候就爱过打 或者说踹一脚 我也不知道我萎缩了没有啊 但我小时候爱过打 而且那我爹是个军人 那军队大院里 那打孩子几乎是家家的 家家的 不可能不爱打 不爱打这事就 那家里那孩子一定一事无成 对 那你觉得你今天正常吗 心里 我心里 你的苦只有你自己知道 对 对 对 我们小时候爱打的时候呢 就是 孩子们之间探讨的 就是怎么爱打的时候 能减轻疼痛的这种技巧 比如我们爱打的时候 就把屁股撅得高高的 就是感觉这节奏下来了啊 就啪就收 就顺着一收 这基本没多疼 都得学会了 研究 对 那时候大人打 可不像现在这种 我刚才看那个 那个打是有点 没节奏感啊 那是你待好了 他打你之前 他是告诉你的 他这一下下来的时候 你基本上能够知道 那非打 那你像你在美国 是不是美国人觉得 这个是神圣 绝对不可以 绝对不可以 那他报警 小孩可以马上打电话报警吗 那为什么 美国孩子也没怎么 比咱们没有不优秀啊 是 所以我我觉得 对 他你刚才这个 就是你念的这个 就说他会不会有一种奴性啊 我不知道 因为如果这么说的话 你可以连起来 可以这么说 我们这个文化里边 是不是有 因为这从小 切诺被动 而且服从权威啊 我觉得我就是啊 切诺被动 你从小就知道 你必须得服从这权威 对吧 对 然后呢 你可能你一天 你到了父母 或者你 当你得到了这个权威地位以后 你会重复这个 他就说他这种 他会继续传下去 有好多孩子 他到一定时候 他就会说了 我不记恨 就像你刚才 我不信 我知道他是对的 而且我以后 也要这么教训我的孩子 这样才能有出息 还你要到了极端的一种 更极端的一种心理病症 就是说他就有一种阴暗的复仇的心理了 就是说当我在没有权力的时候 当我在弱小的时候 我就是要挨打的 那么等到我有权力的时候 他就有暴力倾向 这也是一种 你知道吗 就是可能性 但是你觉得我不知道外国人怎么办 我一直挺好奇 他说他不打 因为你小孩 他是不能控制的 他自己也控制不住 你要说 你有些时候 你不强制他 他静不下来 怎么办 就像我刚才说的是 我说我那个朋友 我并不是完全赞同他 你知道我明白他的意思 他就说我没法跟你说话 因为你听不懂我说的 你是个小孩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时间 需要耐心 你知道你要带过小孩 你就知道 我小时候 我觉得跟我女儿那时候 我女儿小时候非常淘气 简直就像个男孩子 那时候我就简直坐在那 我就说我怎么办 你知道吗 你跟他说什么他都不懂 所以你这个时候 而且是大量的重复性的语言 就是说你要反复的 跟他说反复的 然后你过了这条线 你就要摔倒 摔倒你要疼 你知道吗 你不能啪一下打 他站住不敢动了 这倒是快 你知道吗 可是你要 你要是如果肯花那个耐心 或者你 你得想办法 所以他西方有一套 儿童教育心理学 什么等等 都是从这儿来的 我觉得他要用小孩 能懂的方式 来告诉他 什么是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做的 但是这是一个很烦的 很细的东西 这个中国人是用武力惩截 西方人是用智力惩截 他也是一个惩截的 他用智力 他比如说他跟你斗心眼 他岁数大 对 西方人最爱用的智力惩截的 第一手段 就是剥夺你的零花钱 那比如他说 我这一礼拜给你五块钱 美元 如果你做错一件事 我要扣掉你一块钱 这个是西方人愿意做的 他可以量化你的错误 那么这种是一种智力的惩截 包括说这个就是反复的去说 那有时候这个小孩很烦的 你跟我说这个道理 我也听不太懂 其实是屈服于你 你假装听懂 就你多次说我以后 就有点你说那猫狗似的 猫狗不是真正懂了 他只知道到这块不能走了 比如我们家那猫 我老婆就不让他过这条线 是吧 他那个爪子就是这样 就到这条线 他站住了 他怎么看着你 然后试探性的往前走一点 一看你说到了 他就回了 他懂吗 他不是懂的 他只是在跟人的较量 人的智力多高 大人的智力多高 所以他在智力中惩戒他 这种智力的性 包括拉脸 就是不给你好脸 也是他用这种方法来惩戒你 但是你比如说 就好比我曾经亲眼见过一个 就是说大人们在一块聊天 我就发现实际小孩 他在竞争注意力 你们要注意我 他看大人们老在看电视 他就拿个东西扔电视 开始拿的是轻的 对吧 到后来拿个飞机 光把他们家电视 大电视 把他们电视给砸 那电视哗就黑了 你说因为你冲上去打他一顿 他爸爸妈妈 对就得打他了 你说不打 那就是这怎么 就是行 主要是一开始 当然我就说的像他是 在他特别小的时候 可能好像只有一种笨班 因为连你说的那个成 就是你说我给你五毛钱 那不是什么五毛钱 他那个还不懂 你知道这到一定年龄 你才能实行 你跟他斗心眼可以 他犯了不可 你不能原谅的错误 你怎么对待他 你也是不得零花钱 不但他把电视 但当然他电视打碎 对啊 打碎了那就电视就算了 是没很简单吗 电视算什么呀 对不对 你这个时候 你只能是这样 如果你实在是 还是得家里有钱才行 是 你就上去打他 因为从此他就 你知道我听过一个 就是我一个一个朋友 中国的朋友 他觉得我女儿小的时候 他说你们这个 是不是属于宠爱了 你知道吗 他因为他觉得 我可能是不是不是 觉得很遵守中国人 这一套 他给我举一例子 他说犹太人 有这么一个方式 就让小孩要知道危险 这样他就不敢了 他怎么承担 就说把一个小孩 从窗台上 蹬往下一扔 再跌一个 妈比如 爸爸往下一扔 妈再跌一接 再蹬一扔 跌又一接 接了三次之后 小孩就觉得没事了 第四次 不接 蹬就甩跌了 哭得要命 他就是要告诉你什么 就告诉你 不会永远有人接着你的 你自己要当心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听 他说你怎么办 我说我永远接他 他十次 我十次 我说这是怎么 后来我去求证一个以色列 就是我的一个犹太朋友 我说你们是有这么一传统吗 你们这么的 他说胡扯 不要污蔑我们犹太人 我们根本不是这样 就是整天给孩子下套 对 你也省事了吗 最后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分享一段心灵的旅程 真诚相遇 分享一本好书 一个感人的故事 让感动再现 每天三分钟 一起停下来 领悟人生的美丽 华智九行 心相随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安台 现在双民生信用卡 超值有宝岛 高额堂费直降 十万池卡人尊详 利多 优惠多 美好人生 畅有宝岛 池卡来报名哦 民生信用卡 无良春光灿烂 相醉人间 三千年 相醉人间 三千年 名门之秀 武良春 反正啊 就说 我听到的一个 就说你打孩子 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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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是罪恶 绝对不 不可以 但是另一种 又说呢 事实上 好像没有谁 没打过孩子 我觉得 经常打是一个 经常打孩子 肯定是 不好的 就是偶尔的 你比如说 我觉得一个孩子 在成长当中 爱过一次打 是很好的一件事 他知道有人能打他 你知道 我觉得有些孩子 你明显就可以看到他 他玩疯了以后啊 我觉得是因为童年啊 他是什么原因 他止不住的 你以至于啊 你以为他玩疯了 还上蹿下跳啊 你要睡觉了 你知道吗 你不采取个强制手段啊 对 他停 他不能静止的 那你怎么办 那你不用打他呀 你去强制 不让他走 我认为这种 这种事情是不需要用武力的 对 所以武力就是明显的 比如 道德上出了问题 比如你从别人的 这个同学的 这个书包里 拿回东西来 如果这个惩戒不够力度的话 你将来可能出现问题 这种事情怎么管 就比如就是二十年级的孩子 对吧 头一次 其实他没有偷的概念 他可能喜欢某一件东西 那东西也不是很重要 比如觉得 哎呀 同学那心千米盒很好 我给拿家来了 那过去家长都打一顿 那必须打 不打他就还拿 他就养成一个习惯 小偷小摸 这是过去最讨厌的毛病 所有的家长 我也都不完全同意 就是说 是 这是更严重的一个事 就是他都偷东西了 就是你要给他建立对错 是不是就一定非打他才能记住 所以你刚才 是你说的还是谁说 就说有的时候 一拉脸 他就知道这事严重了 如果你平常你的方式 就是说你不是 你平常是和颜悦色的 或者你还是跟他讲道理的 或者你是有耐心的 到你拉脸的时候 他就知道这事是很严重的事了 他的效果实际上已经相当于打了 对 所以你可以建立不同的标准 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界限 只不过我们好像已经习惯性的说 就只有打才是有效的 对 其实还有一点 就是说这个孩子的性格不一样 有的孩子特皮 打两下都没事 有的孩子他就不能打 还有一种孩子 就是从小惯着 我就看一个极端的例子 这个女孩15岁之前 妈都没摸过她一指头 15岁那年因为早恋也不是什么 她妈改叶是光了 当着她妈开窗了就漂亮 对 这就是因为他从来没受过这种挫折 你要从小老爱打的 他就绝不会出现这个事 上去了 掉了就自杀了嘛 死了 死了 从十几楼啊 天哪 就是一时 就是一时 因为他从来没受过这种挫折 接着下来为你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启示度 对 还有这么一个 所以他光在下 不是 这所以就得一定换之 因为中国人是特别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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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